再来我们看第三题 他说家伟要测量和面的宽度 于是他站在河岸边的A点上 A点在这边 目光跟河岸垂直 所以这里是垂直 面朝对岸选定了一个大石头 这里有一个大石头当标记作为B点 然后他沿着河岸往下游走 这叫下游走 走到20公尺以后 标定一个点C 接着他又走了5公尺 所以这段是5公尺 然后标定了一个点D 然后他从D点垂直河岸 朝离开河的方向走了4公尺 所以这段是4公尺 这个时候标定为1点 然后这个时候1从1看过去 他会发现对岸的大石头 也就是B点 跟这个刚刚的C点 在同一条直线上 于是这个图形就长这个样子 好 那在这个图形里面 有没有三角形是相似的 有 就是这边的这一个黄色三角形 跟对面的这一个蓝色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 为什么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 第一个这都是90度 第二个对零角相等 所以他就AA相似 那既然他相似的话 对应边就会乘比1 因此我的5公尺比上你的20公尺 这是对应边嘛 会等于我的4公尺比上核的宽度 假设是X就会等于4比上X 那这个时候内向成内向 外向外向 所以80就会等于5X 除过去X就会等于16 那这一道题目呢 我们就完成 那你会发现题目这么长 哇做起来小小一段而已 它非常的简单 这其实啊 遇到越长的题目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他给我们的讯息就越多 我们处理起来 其实相对的简单